梦中轻车到辽 我要开车上雨滴 干吗? 你翻不翻都OK啊 我们没有带到充电头上来 我们没有这个头啊 今天有一个任务 就是要去把我的梦中轻车驾回来 OK 事情是这样子的 之前我不是拍过一次 Ora 07 这辆车呗 然后我在影片里面讲 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 GWM 就看到我了 既然你驾了几天这辆车的话 我就把这一辆车给你 试驾啥天 拜拜Cherry 喂 连这个Smart Tag都搬出来了 还不是拜拜Cherry 我是试驾过很多辆电动车 但是真正的去拥有一辆电动车咯 驾好几天哦 这经验是没有了 Yay 各位观众 我第一眼看的话我已经觉得它很好看 它就很像Ora Good Cat的样子 可是它是跑车版本 等一下我们就要开上路啦 先给大家看一下外形 为什么我觉得它美 巴巴的圆圆眼睛哦 就很Cute 真的真的很帅 然后大大的Ora 然后灵气的汁 这个是它的电动尾翼 在我们上Highway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 它就可以减少空气阻力 顺走之余 它也把它压住 等那个车稳稳的贴在地面 没错啦 走在一个没有 大溜背的设计 这个隐藏式门把 无边框车进 它完全做到了一辆我想要的车的样子 那是要看吗那是 我想看boot在那里 很可爱 小小的 它是蛮网里面的 但是它不高 可以放到两个拉杰水 现在里面我们就已经看过了 再讲一下这个田幕 它是一个超级大片的一个大田幕 从车头直接贯穿到车尾 但是中间它做了一个断层 然后我们坐在车里面 其实也完全不觉得它有热还是怎样 然后它的air cord又真的很冷 所以整个感觉你不会觉得 哇烧头顶还是怎样 然后还有button上面的东西 它这个操作方式 就很像飞机的那个操控盘 包括仪表盘 它都是一个圆形三个连在一起的 很有质感的感觉 我摸上去全部都是leather 是很高级的feel来的 刚才还有跟我讲 Drival seat massage 真的有 而且它还可以针对不同的部位 比如你的腰 还有你的背 然后你还要它wave还是怎样 front passenger 我开了你就是有的按摩 有啊有啊有啊 爽啊 买一辆车等于你就太过 massage 耶 Hit up display 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把我的仪表盘的东西 投影在镜子上面 所以当我开车的时候我可以看得到 我走着多少km 出发咯 嗚呼 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 好像还没有在路上看到有一两分啊 对 路上现在没有一辆Aura07 我是唯一一辆啊 所以回头率很高我这辆车 哎呦 哇哦 凶哦凶哦 我发现咯 我开着车 感觉好像我在开着我自己的车这样子 就是很容易上手 平时啊 如果我叫它开Cherry 在我出门的时候啦 它不太能estimate到那个 尺寸啊 左右啊 前后啊 刚才从哪道车到现在啦 大概半个小时这样子吧 它开到好像自己以往开的小车 Aura 不是小车的灵气 但是它开到好像是一辆小车 很容易上手 我现在走车飞嘞咧 Oh my god 你要开什么 啊 我要开什么 你看 看到吗 只要太靠近了它就会出这个声音 然后跟你讲你们相差几远 但是问题是我就觉得还有很远啊 你帮我拿持下去看是不是真的75cm 我不如把它关掉 叫它不要炒就好了 也是对 那个Aircon咯 讲着我这样子体验啊 那感觉是很爽的 这个功能太聪明了 我的车咯 就是Aircon一直吹着我的手 所以我的手很冷 但是它一直这样子左右摇摆 你就会觉得整个风是流动的 很均匀的 然后你就觉得温度刚刚好 有没有缺点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 但是你给我想一下 等我加久一点之后 我再跟你们讲 可以拿三个礼拜吗 我想拿三年咯 今天是拿到Aora07的day 2 我要开车上云顶 我没有再过人上云顶啊 呃我有点不得空姐很 你自己拍啊 我开车 今天全靠你了 Let's go 反正我们几专业嘛 直接转一个camp这边 拍着我开车的银子 所以今天上雨婷说了 Test好不好价值外 我们还有Test它 续航到底耐不耐 它的电池要用多少才可以上到3 整个驾驶体验 走 现在先去载我那两个朋友先 但是他不知道我换了这一辆Ora 邻居去载它 他一直想着是Cherry 雷扎 我个朋友 这件这件这件 不会过了 过了 过了 最后 可以直接请在他的门口啊 OK 大家一看就会看到 Hi my friend 请上车吧 Hi 它在楼上拼这个 怎样 记得我的车怎样 Ready the shop 你像那个什么啊 什么 Washit 讲到这边了 就是像Washit的那一万万 WOW 我就猜到有别的东西了 Nida 好看嘛 好看 这颜色都好看耶 进咧 我要坐前面 Let's go 等你吧 走 等我问你 等下我们上到云顶的时候 要不然的话你去到门口 你放我们下车 你去买买 好像我不是司机 哈哈哈 就上到山的时候 是我怎么换位咯 我放你下车 啊 OK OK 现在有四条生命在我手上 哈啰妈咪 我干吗 你放不放都OK 哈哈哈 嘿 你要打油先吗 上山之前要打油的 我真的想了一下耶 我真的想了一下耶 要不要打油我想了一下耶 呃 当然有点了啊 快点小车一点 等下车反圈 开始飞车哦飞车哦 表演给辣美的朋友看一下 稳不稳 等我看了后面电动尾翼你就知道了 你没有贴感 白山哦 我其实不觉得白山耶 因为很低 他钟声很低 你做什么 钟声低 所以要稳 我完全没有那个感觉耶 这个超不好 很熟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是用手 这成年 他开车我还是车我 打这个问题我就不回答啦 哈哈哈哈 我保留 你经我坐这趟的车 我保留 我没有开过在这么多人上云顶 所以 马云 少收到哦 干吗 刚才入完的时候哦 就是它的各种的安全性质量 它一直会在辅助我 比如我过完的时候 它帮忙我staring 转一下 然后 不要让我割线 啊 过线 然后还有跟前面的距离 它都会 控制一下 一开始有点不习惯 后面我觉得其实很安全 因为我刚才转弯的时候 我觉得怕 但是它辅助我一下 我觉得好像没有这样怕 后面吧 这两个比较吧 让我可以回家等一下 然后我们刚才上山的时候 我已经看了 77的时候上了山 好我们看一下 要多少钱 跟会车桌了 OK 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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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它抓地力很好一下 就是转弯的时候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它给你很安全的感觉 然后你讲有没有力 我觉得电车是一定有力啊 一踩就来啊 电车是一踩就去了 GWM 只要送我一辆 OK哦 这一段一向来呢 是比较难控制的 就我们上山的路段呢 有一般的时候 其实是一直往下走的 就是这一段 所以这一段路哦 其实有一个很好try 就是我们有讲到 电车哦 只要你一步踩油的时候 它是收油的状态 对对对 它在收油的时候 其实有少少好像brake的感觉 所以其实这种上山路的时候 它就很好叫 你就不用一直游brake 你只需要游 放油 对对对 基本上没有什么开采brake 啊 我们要找这个 entrance to premium parking 这个才对 看下在哪里先 是这个网 不要重点 一定要进这个路口 对啦 看那阿迪达 诶 这种13块 果然是premium 你看没有车了 没有人park 看到了 橙色的墙壁 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 是77% 上到GPO 是剩58% 就是用了 77-58% 19% 用了19%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check 作为一个EV车主的话 还要学习怎么去给它的车充电 拿出它的充电头 都给雷黑了 讲真啊 事情大调了各位 我们没有这个头啊 是三角头耶 Laptop charger 真的是 这是Laptop charger吧 是啊 怎么办 我们没有带到充电头上来 OK 总结就是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充电 我们今天就是 用原本的77% 直接铲上云顶 然后再下来再看剩多少电吧 唯有是这样子喔 其实我们现在来的时候 77%都已经足够我们上山 再下回山了的 这个在想什么 八个臂的路线 不能啦 插射电的路线 你脱不下来的 那就是八点的路线 哈哈哈哈 半山突然换人 因为 他讲做步驾很无聊 哇 换了人 驾时间不一样了 哇 哇 这个司机 超好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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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真的是可以体验真正的 Sport mode 了突然 哇 虽然玩是玩 的确真的很轻松 我们会提早半个钟到可能 哇 现在以前只能走里面走二十咯 OK 总结一下我们这次开车 上来云顶的整个体验感 我自己的部分喔 我是觉得抓地力好 稳定还有手感好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 因为我们有试过其他的电车 它最大的明显就是它的 踏油跟放油 它是很 很 responsive 就是车身低 那个重心低 确实是比我们的Omoda更好家啦 如果说飞车的时候啦 我觉得Ora 07给我最大的体验感喔 身为女孩子就是它真的很美 我刚才路上多少人看着我的车了 甚至还有小朋友问他妈妈 妈咪这个是什么车 这样美的 我们刚才有听到有一班人走过 就说没有看过这辆车 对 这什么车啊 然后朋友就回答他 中国车 你要知道现在中国的车 尤其是电车 它们里面的技术是真的是很厉害一下啦 我是觉得 它做到每每给你 基本上一个价钱给你最好的东西 最重要是我觉得它的质量都很错啊 关于续航上面 我们刚才上山之前是77% 然后终究我们有停GPO一个小时 然后再上回来 总共我们现在剩下50% 就是用了27% 然后我们现在在充电嘛 就是阿肯给了30块马币 就看看可以充到多少 你们可以看我sorry啦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开始给拉车 是这样的啦 就上到云顶了 还这样喔 冷